针对两岸关系这个领域里面,要来看2013年的话,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要低估,台湾是以前只讲经济不讲政治,2013年是谈的政治绝对比经济来得多。 那么看到刚刚讲的两岸的高层大概有四次在2013年见面,台湾这方面传达的几乎全部都是政治的做法,包括了国际空间的问题,包括了民间可以政治对话的问题,包括了两岸定位的问题。 习我看他讲得到没有像我们派出去三位讲的这么多,习只讲说政治问题不能再一代一代传下去,起码能够一个建议。 那我把这样的一个2013年,我虽然在文章上面写的是政治对话,跟政治传话,但是我想今天我再给他一个名册,我觉得就是台湾走入深水区里面,去撕那个水温, 来了解一下,到底这个温度,中国大陆的感受和反应是多少。 或者说台湾,或者说台湾,将来走入深水区的时候,还能够走多远,觉得是对自己比较有点帮助。 所以我想我今天就对于2013年总监导,因为有书面我就不讲了。 我今天要讲的因为国际量在这边,所以我要把昨天他们对于中国的政策出版的这个纪要,我想我再来复述一遍,再来把这个问题看一遍。 那么今天报纸的标题,我看了一下,我觉得好像他就是把谢长廷的宪法过表,本来希望用宪政共识,那么来取代这个问题。 然后看到说,现在好像是被台湾共识所取代。 那台湾共识当初蔡英文提出来一句话,但是蔡英文讲的时候说,现在还不晓得说,有哪些是我们现在台湾大家多数人的看法。 将来会汇集台湾的民意,再来一步一步的充实。 但是,跟当时我们跟中国大陆签署,这个味道是蛮像的。 EGFA这是一个空的,要填一点东西进来,包括了福贸协议,包括了货贸协议,也包括了还没有谈到的争端机制的问题。 可是我昨天看了一下苏贞昌,把这个,他讲的不是台湾共识,他讲的说,我们要凝聚台湾内部的共识,作为两岸对话的基础。 那台湾的内部的共识什么呢?这份基要里面写得很清楚。 他说,认同自己是台湾人,主张独立的这个比例,在台湾是主流民意。什么叫主流民意呢?就是高于50%以上。 大家认为这是当前台湾人共闻看法。 然后另外一个,台湾与中国同属一个国家的连岸定位,并不被台湾人民所接受。 那么这是他所讲的台湾共识,他比蔡英文更早一步把这个定定下来。 台湾的共识什么呢?讲穿了一点。就是主张独立,认为跟中国不是一个国家的这种的连岸定位。 现在普遍的为台湾人民所接受。我想从民调上面看过来啊,我们也很难反驳这一点。 但是说主张独立已经成为主流民意的话,那当然不是。 可是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呢?我想这就是涉及到另外的一部分。 昨天讲过,就是这是代表了民进党的基本精神。 1999年的台湾前途决议文。1999年的台湾前途的决议文讲得非常清楚。 他不是说要去追求一个台湾共和国。他认为追求台湾共和国是改变现状。 他也不是要追求统一当不可能。但是追求统一是改变现状。 那现在是什么呢?现在就是以中华民国这个名义,它本身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经过1991年,一直到了2022年,九次的修宪,七次的修宪。 那么终于把台湾跟中国大陆已经切合的这样的一个法理基础已经确定。 所以1999年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它不需要再讲去独立。 因为台湾已经独立。 如果你要用台湾共和国这个台独这个名称,法理的名称,不需要。 因为这是改变现状,需要公投。 如果你说要和中国大陆统一,当然现在不可能。 因为这也是改变现状。 那我就发现,实际上今天这个台湾共识,最主要我是觉得说中国大陆的批判, 还是有点不太对,因为它没有要进行台语。 它是说确定了,两岸是一边一国。 就这样,两岸是一边一国。 我引述一段,范立青,她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国台办的记者会里面讲了一句话。 然后我问了一下范立青,这句话,她得到了授权的程度。 范立青怎么讲,民间党与大陆交往的根本障碍,是她仍然坚持台独的立场。 我认为中国大陆对台独的一个看法,是跟我们这里所认定的法理台独是有差距,是有落差。 她认为一边一国可能还是台独。 她说从民进党举办的几场华商会议情况来看,民进党还没有能够正正地认清问题本质的所在。 企图在不放弃台独的立场,跟一边一国的主张前提下,用一些模糊的概念作为与大陆交往的政治基础。 大陆不可能接受。 我跟范,那天我们是在全国,不是全国,两岸媒体,什么前瞻论坛里面。 我说,哎,我说这个是代表了什么样的意义。 范林清这说,这能会代表我的意识吗? 那我想这句话,这句话,可以证明一点,没有得到中央特别是高层的授权,不可能提出来的问题。 那提出来的问题就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了这一点,就是今天说民共将来是可以交流。 那我真能讲,这个民,这个民,那如果一定要将民共交流,那这个民绝对不是民进党。 绝对不是民进党。 因为不可能去接受一个,到现在为止还认为是一边一国的一个政党,它继续能够给它为止。 除非说个别人事,那你把它称为也是民共交流。 那我想至少在过去跟未来,不会说不做。 那这样子的一个说明了什么呢? 就说明了一点,我就要回到前面的那句话。 回到前面那句话是什么呢? 就是马席会可不可能的问题。 这里面张雅宗啊,在上次啊,中平社啊,我们举办了一个座谈。 我记得我们为马席会的事情,我跟另外一位两个关系的一位学者,也起了不同的看法的冲突。 我是这样讲,我说马席会,它的可行性,以现在的评估来讲,是有点困难。可行性。 但是千万不要排除这个可能性。 我当时用了这句话。 然后没有多久,我们就发现,过去马席会人家都讲,是你们学界炒出来的。 当时很多人讲,马英就是不可能到北京去。 我记得刚才林中山还在讲这话。 为什么?因为他要总统,可他忘记了。 马席会要去的场合叫APET。APET是不需要以总统的名义过去的。 但是,马过去会不会想要去? 台湾从来没有一个人敢讲。 包括我们内部,问到一些比较靠近他的人,说可不可能。 他也告诉我们,应该是不太容易吧。 可是现在马帅先开始表态,政治表态。 中国大陆呢?我来引用目前的状况。 今天所有在中国大陆台面上的两岸关系的研究社台, 研究良官学者,并没有在马席会这件事情完全的说不可能。 我举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就是上海的台湾所的明永杰。 不仅仅光是在报章上面写, 甚至于也希望在旺报上面跟我救马席会的事情。 也有文章相互来讲。 就是大家都知认为,今年马席会是有可能。 那我们来讲啊,当然不是林永杰一个人写的。 如果这些人晓得是中央所不允许, 中共中央所不允许的这种的会晤, 如果说已经有个殖利,或者有个政策, 已经确定了。 像林永杰这么年轻,他会去冒险, 写这种不太可行的事情吗? 不会嘛,不是就林永杰嘛, 还有很多人都在写嘛。 都是希望能够促成这件事情。 那说明的一点怎么样? 就是北京到今天为止, 并没有,并没有救马席会的事情。 所以就画道说不可能的,没有。 那台湾我们这边,不是我们学者表态, 或者靠近马先生旁边的智障表态。 是马先生本身表态。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可行性是少的, 但是可能性千万不要排除。 这个不要排除就好像我们所讲, 在2013年的时候, 你不会想到马英九会说我愿意到A派去。 那现在我们看到就可以。 如果以这个来讲, 我就在把刚刚我批判了民进党的, 昨天的发表这个基要的内容。 这很可能让本来北京认为, 它可能也是一个机会主义。 可能也是一个机会主义。 我都不是讲马,我是讲北京。 北京可能也是个机会主义。 认为如果这次有点突破, 我从过去的百分之四十放在在野党, 百分之六十放在责政党的话, 我现在怎么样? 看到这个政策已经这样定了, 民进党政策已经这样定了。 我很可能怎么样? 把过去的百分之四十啊, 可能就降到百分之三十。 我可能有大部分时间说, 马虽然有点点像刚刚吴东燕所讲的机会主义。 但是毕竟我们谈起来还比较容易。 那如果是这样子来讲, 北京对马协会的一个看法, 可能在去年年底之间, 它可能还比较保守或者保留。 可能到了2014年, 随着时间的这个步伐接近, 可能它有另外一种思维。 这里面思维也包括了, 这个时间上面已经没有办法再拖延。 因为今年十一月在北京举行的A派, 今年四月五月就要递邀请函过来。 它如果四月五月没有任何的邀请函, 或者没有任何马英九名字在上面邀请函的话, 那我们确定A派马协会是出去的。 但是如果说, 它在技术上面, 第一题递交的一个东西, 是给一个马英九先生的话, 他不见得称呼说是叫什么的话。 那我就讲说, 马习惠惠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就是我刚刚所讲, 不能把它去排除。 这个不能去排除, 真的要拜民进党昨天发表的基要, 出城了国民党跟中国共产党,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得到了一些推展的指导。 那么当然我们会讲, 北京现在最担心的, 就是马先生去了以后, 要跟Opama见个面, 也可能跟Ipay见个面, 很可能要跟其他国家领袖的见面, 会被凸显出来台湾的一个国家实体。 可是我们获得了一点, 马先生已经不要讲过多少次, 包括了去年委托吴伯雄去的时候, 讲过一句话, 两岸不是国家与国家关系。 已经讲过不像的N次了。 如果说在这一次去A派之前, 假如说他被邀请的话, 他再度地提醒, 两岸不是国与国的关系。 但是在A派, 我是以台湾经济体的领导人身份出席。 那么会不会, 让北京在这方面的疑虑, 稍微减低, 我就得待着观察。 那我想这就是, 但我希望梁郑亮, 能够对这个问题啊, 一起来发表。 因为这应该是今天, 你这个2013年两岸关系总检讨, 这个焦点好像放在民进党这边, 好吧。